我们要有时做投资 就要看下怎样去花你们的钱 OK 这样呢 我觉得花了一点点钱 是漂亮了很多 Hello John 我想在这个视频 跟大家讲一下一些装修 特别是物业投资 那些装修的tips 或者一些技术性的东西 我现在就站在厨房这里 OK 这个厨房其实在这一边 那些櫃的门是很久的 OK 我不知道H是多久了 总之应该有二十几年了 OK 那么我们这一边呢 为了要省cost呢 我们就换了一些门 它里面的壳呢 都还是一样的 我们换了个门 OK 那么呢 其实换了个门呢 看下去呢 一套盖 就变成了呢 就变成了呢 我们感觉上呢 好像这里换这里和这里呢 是一套的 OK 就不要 嗯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做到呢 又省cost 看下去又OK 那么这个worktop呢 我们是换过来的 就没有换那些 就是这个worktop呢 以前是花了 烂了 现在整套东西换了一个worktop 那么就模仿了 以前是黑色的 现在呢 是换了这种色呢 就会更适合这种色的 就会更适合这种色的 OK 那么呢 我们要有时做投资呢 就要看下 如何去换 你们的钱 OK 那么呢 就换得 我觉得 咦 换了一点点钱 是漂亮了很多 还有这里的边呢 之前呢 这个是黏上去的 那么呢 做一个自己 做一个好切的 边呢 那个水呢 不会进去 OK 会做得好一点 那么呢 嗯 会令到这个厨房呢 是实际 还有还可以 用多很多年 如果 一个是一个大的 就是那个 Tenon 是镜石 OK 那么呢 我在这个视频 是share这么多 那么呢 记得呢 如果你想收多一些视频 subscribe我的频道 我是叫John 我和太太呢 是一个职业投资者 Base在Glasgow 专行帮香港人 一条路 物业投资的 在Glasgow这里 那下一个视频 再见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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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